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生都愁了 先生 怎么办 先生 为什么 你像我 少林寺十八同仁之事 千连圣王 朝廷上下对此也是静若寒蝉 你绝技要以此扳倒明镜 我以为是下下之策啊 可是除了这样 晚辈真的不知道 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可以为朝廷除掉此害 为李王爷 为程将军报仇 你还是回去好好念书吧 仕途才是你的大道 贤侄啊 你是个有大才的人 当力不适之功 千万不要谢你这些个细枝末节 你除掉一个明德 还会有另外一个明德顶上来 你除掉一个严嵩 还会有另外一个严嵩出现在皇上的身边 你我乃独书之人 独圣贤是为什么 难道单单是为了除掉两个人吗 不 是为了天下 开万世之太平 才是独书人的大道 这也是我刚入朝的时候 徐阁老给我的训诫 我今日将此训诫传授给你 一起共联啊 四弟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三爷 师父 师父 你们先出去 是 四 名德的病怎么样了 我给我的药换了 不错 在你睡觉的时候 为什么 为了救你 我不学呀 你刚才看见了吗 看见他有多失望了吗 你可没看见他有多失望 可至少他还活着 不是吗 他还活着 买了心你就死了 心死了 或是买了这杯戏 人哪 永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坚强 还是那句话 进一步 退一步 只进不退 看来是不行了 如何有进有退 要看你自己了 让我现在还能怎么犯 义豪明德的病 却不让他继续害人 你一趟如何做 来人哪 来人 怎么回事 哪儿瞧钟 为什么瞧钟 哪儿瞧钟啊 我为什么一个安稳交 也睡不了 大英行怒 小英折救取杀 我这耳头根子 就没有一颗安静过 却 把众给我砸了 砸了 我说话你没听见吗 慢着 我想起来了 有一个人能让我安静 你说什么 拿上庆肯我租 他疯了吗 他让我一个女人 住在这里 已经是对佛家的大目净 现在要让我去妙力唱曲 明大爷睡不着 以前他睡不着的时候 听美谷的曲 就能好好入睡 他应该叫过你吧 叫过又怎样 你告诉他 我不去 睡不着觉 但是他该死 敢这么说明大爷 我看你是混腻了 长圈儿 有舌头和双手就足够了 对吗 我现在就敢割掉你的耳朵 信吗 阿弥陀佛 贫僧原以为 只有我一个人 白天睡得太多 晚上睡不着觉 没想到 二位精神得很哪 和尚 这不是你所厌闹的地方 我想是误会了 贫僧恰巧经过此地 看里边起了争执 便进来想调和一下 晓晓你们的火气 敢问二位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明明大爷 要听十一酿茶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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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要不然 贫僧陪姑娘一起去见一下 明大人 贫僧此来本是想告诉姑娘 无想帮她要 是贫僧还的 贫僧师父 费什么 你费什么要这么做 你要费什么要来告诉我 还是让贫僧陪你去吧 梅儿一定教过你 对吗 账不账 明施主息怒 如果你今晚二人都不让步 这少林寺恐怕是要出人命了 贫僧身为少林寺僧人 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知明施主能否让贫僧 试着劝解一下 劝吧 姑娘 还是唱吧 明施主刚才的话你也听到了 如果你执意不唱 不用说别人 可能贫僧的命都保不住了 爱莫师父 爱莫师父 我余界女流 踏入少林已是大不尽 如果还在少林唱曲 岂不是被见到万劫不复吗 姑娘此言差异 姑娘此言差异 佛法有千条万条 可没有哪一条 是让人去死的呀 姑娘之意不差 有多少 是为了佛像尊严 又有多少 是为了姑娘心中的仇恨呢 是为了姑娘心中的仇恨呢 反正左右是要唱的 与其说唱哪些男欢女爱的曲子 不如唱这个 大悲咒 唱这个 对名师主好 对李姑娘好 说不定 对死里所有的人 都好呢 真有你的 就唱这个吧 就唱这个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桌上吧 我已经很多年没被女人照顾过了 多谢十一娘 多谢明大人夸奖 你的声音和梅儿年轻的时候一样 听着你的唱 我迷迷糊糊糊糊糊好像回到了从前 这么多年了 我还从没这么踏实地睡过 大爷 大爷 他到了 是 好 先去会会他 对了 叫上 叫上高建雄陪我们一块去 当然 还有十一娘 出聊 一 好 没 好 对 看 我 dignit 漏人 所以呢 我已被你了 infantry 我给你吃饼 有条件 你该跟明大义交条件 约法三章 说说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约法三章 我给你治病 就一定会用到 我少林绝学洗髓经 洗髓经的药义 就在于施救者 与被救人之间 要相互信任 心意相通 做不到这一点 就算我给你医治 也很有可能 难以成功 我听明白了 说说你的条件吧 第一 撤兵 那明大义的安全怎么办 整个少林寺里 我是最想杀他的人 连我都放弃 其他人 也就更不会起心动念 说什么呢 这第一条我答应了 说说第二条 放过通山和尚的家人 不再利用他 你竟然不是让我放过他 你不会放了他的 说得好 第三条 第三 我给你医治 你从此 不再踏出少林 什么意思 自我开始给你医治 你就留在我少林 治好的病 也不再公文实事 你觉得我会答应你吗 没说过 只求活命 没错 但活命为了什么 与其被你们软禁在这儿 整天浑浑噩噩度日 我倒不如一丝了之 我悠悠半生历境沧桑 可不是为了在这和尚庙里吃素 大人 三思啊 需要三思的是你 前两条我都可以答应你 但这第三条你想都别想 你是想用这种方式报仇吗 我告诉你 只要你活着 我就有办法让你救我 不信咱们可以试试 想威胁我 都让你来再说吧 大人 停车 剑兄 你先快马回去安排一下 今天我要在门宴楼交代客人 别忘了 把门宴楼都包下 不许任何怪人进来 是 把事办得稳妥点 您有何罪孽 我答应过拜伙师父 用医治民德之游 将他留在少林 我没做到 但其实 就算他真的答应了 我的仇恨之心 也早已胜过了我的善念 我治不好他的 我曾经答应过正行师父 少林的安慰 我来承担 时至今日 老师也做不到了 我杀不了他 我也绝不会用自己的双手 我来救他 现在剩下的唯一办法 就是死 我死 他必死无疑 你要许死 你要许死 同归于尽 这是最好的选择 这是最好的选择 你带着如此的仇恨 如此的执念 你就是进了吴长远复死了 也算不上缘济 按照佛法 自禁之人 是得不到升天涅槃的 此时此刻 我已然深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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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让他进去了 你真的让他进了吴长远 你真的让他进了吴长远 我想帮他解除痛苦 亏你还是个少林方丈 一个年轻人 迷途想死 你身为少林方丈 外人眼里的得道高僧 已经同意了 你是不是以为无想一死 你就解脱了 整个少林就解脱了 方丈 你打错了 拜伙师父 要是关海大师在 他会怎么做 你什么时候 能够忘掉关海大师 你什么时候才能成为 真正的少林方丈 我恐怕 一生都不会把他忘掉 你也清楚 我佛性低微 自我入宿 直到从我师父 控之禅师那里 受命成为方丈至今 我都没有得到 关海大师的认可 我这个方丈 只不过是姓代理之职 关海大师的夹杀衣钵 我至今没有得到 求不得 是欲网 我不求 拜伙师父啊 我正念是个什么样子 我心里清楚 可我师父终其一生 也没能得到 关海大师的认可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若论禅武一合一 除了关海大师 没人能和我师父相比 可知道师父原济的那一天 也没得到方丈的架杀 你恨关海吗 我不敢 但是自我成为方丈之后 我就对自己发誓 一定要振兴少林 要让少林发扬光大 让佛法搏击天下 好让关海大师认可你 也许是为了完成 我师父的遗愿 可少林在我手上 不但没有发扬光大 反而日搏西山 我对不起关海大师 也对不起我师父 可关海在大魔洞里 他不在乎 你怎么知道 方丈啊 不想有他的欲望 而方丈你一样 还不等 你怎么词 发生了 什么 我呢 在文迹中 我标准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吴香师弟 师弟 吴香师弟 哎呀 师兄 这是吴香冤 你不能这样罗汉哪 我知道 房长不惯 难道你只要看这吴香师弟 都从来来死了呀 你告诉我咋办的 那先把师父召来 他肯定有办法 吴香师弟 师弟 吴香师弟 你快出来呀 吴香师弟 师弟 你开门哪 有啥话再好好说呀 师弟 你先出来 吴香师弟 你出来呀 师弟 你为啥一丁要死了 为啥呀 有啥话 咱不能出来好好说呀 你出来呀 师弟 你就把门打开 你快出来呀 师弟 师弟 你快开门哪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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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开门哪 统领要装门了 师弟 二 一 统领 放开我 统领 放开我 放开我 统领 放开我 统领 走 师父 师父 武昌院是什么地方 你们在这儿大呼啸叫 放肆 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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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 小阳 姊 你自虚一世聪明 你自虚一世聪明 难道这就是你能想到的 最后解决办法吗 没办法了 只能处此下策 你这不是在杀命的 你这是在自杀 也许还会连累到诸多少林的子 陪你一起死 我对不起少林 我死 他死 我对得起天下 吴翔啊 你不死 明德早晚要死 没有人可以得到永生 我等不及了 已经吴长远之间 没有来找我 而是去见了方长 我知道为什么 你是怕为师劝你 你错了 为师不会劝你 如果这是你的选择 为师无话可说 你元祭之后 为师会为你送进超度 根本回来 去 PBS 我最后能 ferm 算我求你了 给我来 姑娘 请梅姑 就说我今天要见贵客 让她过来映住一下 姑姑说了 她不想您打扰她的生活 您请复便 先生 田叔如意家 直系二十口朱砂 十六口流放 田兄 对任何事情 都要拿得起放得下 关键的是 你要知道心里边 最想要的是什么 过来 看看我这身衣服 见过这种料子吗 不想见过 这叫证券 很难得 至少在我们大明 你是买不到的 大爷 岗田 岗田 出演出道了 岗田先生 我来介绍一下 建位是河南魏指挥室高建雄 高将军 我们见过 大人 应兵神怒 大丈夫 是污辱 扶桑人 我刚才跟你说的证券 就是扶桑的特产 这位岗田先生 就是我们今天要见的贵客 认识一下吧 里面请 你又想走什么 这个岗田是倭寇 我还去告诉你了 他不光是个河寇 他还是个河寇徒子 就他那个对吧 朝廷来想他选上十万两亿子 他和明大人是什么关系 朋友啊 河寇和明大人是朋友吗 你以为呢 要是明大人照着 就平淡大名称 几十年了 还能不死几个河寇 你也不用想得多 这些事都很正常 你觉得正常 来 我再跟你讲明白点 现在这个朝廷来 有个叫虚借的 田田拉着房子印 跟咱们答应过不去 要是这么有 大拔大拔的银子 你要咱们答应怎么弄 这个岗田 其实就是在那一个浅匣子 没脸的生意 就是造私 是吗 你说来 你说来 岗田为什么要来洛阳 你说来 这还不是因为你 带着来吗 要不然 他答应凭什么 费那么大力气 把你弄洛阳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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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